可以看到警方巡邏发现一名男子骑机车逆向违规 立刻追上前将人拦了下来 发现男子身上浑身酒味 立刻要对他进行酒测 而当场酒测酒测值0.34超标 正当警方要等待支援警力到场 要将人带回时 从远处突然一名男子又走了过来 说自己和酒驾男子认识 两个人是好朋友 而且自己还是一名毒品通气犯 警方一听当场吓了一跳 我们先带您来听一下警方访问 好多听到警方表示 原来居民41岁的红星男子因为吸毒 今年10月才刚遭到警方通气 和酒驾的40岁周姓男子 两个人是在工地上上班认识 而且两个人年纪差不多 也很谈得来 红星男子就想说 自己已经被通气了 被抓到就得要入肩服刑 而现在看着好友酒驾被抓 想说两个人可以一起相伴入狱 只不过红星男子算盘打得惊 但是最后没有却如他所愿 因为男子最后是入肩服刑 而好友当天就交保了 最后两个人还是没有办法如愿的 一起在监狱里相伴